爷爷是首富,父亲是首富,他一天百光一百五十亿,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很多人都想做一个有钱人,有人总想着凭借自己的实力在这个社会中开创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有钱人,永远都是有钱人,他们祖辈都是有钱人,这样的人才是有钱人。 纵使现在有很多家里面,祖祖辈辈,都是凭头老百姓这样的人,靠自己的实力闯出了一片天,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看现在我们国家最出名的几个有钱人,他们的身份,有一个是简单的吗?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说,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家族爷爷是民国首富,父亲是现代富豪,他却在一天之内拜光一百五十亿荣氏家族。 想必大家在初中的时候,从历史课本上见到过,荣氏家族在民国时期,可以说是民国的首富了荣德生,也算是荣氏家族的开创者。 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慈善家与资本家荣德生,最初是靠做钱庄生意发家致富的,但是后来民国时期,经常打仗,导致货币贬值,于是便放弃了钱庄生意,整而向实业发展。 这个时候创建了面粉厂和纺织厂,就是这两个产业史的荣德生,在当时被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大家在历史课本上应该能知道他的这两个称呼。 荣德生在自己生意巅峰时期,在上海无锡等的拥有十二家面粉厂和四家纺织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默认了荣德生,是当时的首富荣氏家族。 第二代首富是荣义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想必小编不说大家心里也都知道,当时可以说中国百费代星,很多中国大富豪,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习的。 荣义人更是具有德天独厚的条件荣义人,凭借自己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再加上自己的眼光,成为了中国第一代首富。 并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期,将自己的产业捐献,给了国家。 正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将家族财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时的当惯了少爷的荣志健。 在36岁的时候还是一事无成,上世纪七十年代荣志健,被父亲送到香港发展,希望凭借他自己的能力,在香港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走的时候荣志健,有他爷爷,在香港创办的纺织厂企业的股息,正是这些股息给了荣志健创业的资本。 在当时荣志健的创业资本,有六百万。 当时,得六百万,可是比现在的六亿还要值钱啊。 在几年之后荣志健在香港站稳了脚跟荣志健,在美国,还创建了一家自动设计公司。 因为该公司运营良好使得荣志健身价从六百万在短时间内就涨到了四亿这吸金能力不可谓不快。 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荣氏家族遭受到了危机。 2008年,荣志健所领导的中信太复发,不公告成自己的公司现在亏损155亿港人在这份公告发布的地,二天就遭受到了调查。 这一调查就持续了整整九年直到2017年,才还荣志健以及荣氏家族一点脸面。 但是也正是因为08年的那剑式使得荣志健被很多人说一天之内,拜光荣氏家族155亿。 155亿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几辈子也挣不到的数目,但是以荣志健的能力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再卷土重来,挣够155亿的。 的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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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看来